欢迎收看科技一点通 平板电脑现在相当的普遍 而全球第一台平板电脑 其实早在1989年就面世了 但到了2010年 平板电脑才因为苹果的iPad盛行起来 而苹果至今已推出了20款iPad 包括了不久前推出的iPad Pro 命一边劲敌华为也不甘示弱 明天在本地推出MidPad Pro 两台机的价格相差300新元 各有千秋 先让记者李正宜快速带你认识 这两款新平板电脑 苹果的iPad Pro对上华为的MidPad Pro 苹果屏幕较大 华为的像素密度更高更为清晰 翻到背面 华为的后置摄像头能自动对焦 像素略高 苹果则改用广角和超广角两枚镜头 并采用激光雷达传感器 可支持扩增实镜 两台机都能和配件无缝连接 电子笔磁吸边框后会自动充电 而对其触点 平板电脑就能立刻连接智能键盘 苹果的悬浮式键盘尤其吸睛 除了办公和娱乐 随着电子笔技术的日益发达 平板电脑也成了越来越多设计师的创作工具 新加坡漫画家协会就有约七成的会员 以平板电脑作画 叶天尊就是其中的艺人 来看看他对这两台新款的平板电脑的评价 使用电子笔在平板电脑上作画 对叶天尊来说流畅度是关键 两支电子笔都能按照漫画家 点击屏幕的力度做出反应 华为的电子笔较轻 屏幕有智能感光护眼 苹果的屏幕则能根据环境亮度调整颜色 作画师如果要参考材料 苹果机多屏幕功能能让用户直接上网 将图案或照片拉入画台 华为的则没那么直接 如果是一个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或第二年 你可以考虑购买一个华为的tablet先 就是熟悉它的感觉 熟悉它的软件的方面 就是用这一两年的时间 提高你自己的水准 然后如果你真实想把这个爱好 当成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活动 那么你就可以购买一个iPad 长时间去用 摄影师管世贤也为我们测试这两台平板电脑的剪辑功能 拍名车广告是管世贤的专业 除了在摄影棚 他也经常出国摄影 拥有一台可随身携带 随时剪辑的平板电脑相当重要 除了惯用的剪辑软件 操作也得伸缩自如 他说苹果和华为的平板电脑触感都不错 色彩精确 但稍微可惜的是 华为脱离安卓后应用商店不够完整 米Pad Pro有5G版 但我国5G还未商业化 暂时无用无之地